美国边缘新闻网Brain News 7月25日文章 原题 中国企业在改变商业,西方却难以跟上步伐 媒体报道商业变革和商业成功 往往集中于数字经济四骑士,脸书,苹果,亚马逊和谷歌 不过,对这些企业主导地位的认定,是在2010年,此后出现了许多变化 而变化源自中国,中国互联网巨头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 这些公司越来越像是一个混合型企业 每一个中国新兴企业实际上是公司彼此交织的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创造企业籍的生态系统能推动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 同时这也意味着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 创造充满活力的企业联合 它不同于企业集团和韩国的财阀 中国企业这样做就打破了既有的管理 关键人士,工作和做生意的方式 2016年,通用电器公司把家电业务卖给了中国家电制造商海尔集团 之后,海尔集团马上着手取消1.2万余个中层管理职位 并把业务重组为一个由小而灵活的工作单元构成的生态系统 中国的优势产生于超乎正统的管理速度 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思维 特别是他们集中商业生态系统 西方公司砍重平台 但是,让平台运行的是生态系统 从根本上讲,生态系统有两种 一种是企业之间层面的合作 还有一种注重客户环境 中国公司兼聚两者 在企业层面,我可以在非洲上定旅程 从重安买旅行保险 通过滴滴叫出租车到机场 或自己开车使用阿里奥斯地图导航 没准去机场前 我会用饿了们订餐 用支付包买东西 从方便消费者角度讲 这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 相比之下 西方公司仍然行动迟缓 没能及时变为复杂生态系统的平台 种种例子表明 中国公司拥有一项优势 它被经过每天的锻造 变成一种做生意的新方式 西方公司失去了主动权 许多方面 包括商业做法 工作方式和雄心 如今都需要快速改变 作者海灯萧内希 陈俊安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后相比较明 冠独播剧场——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